出學者的話,我們一般在正常的馬術中心的話,學個五字食堂,基礎的安全的騎乘的話, 那我們是很容易的就可以開始嘗試山騎,海騎,野外的騎乘,那這樣子的話,也可以感受到我們不同的風味,以及全身都可以運動到,是一個非常適合所有人的一種休閒運動。 那一般我們馬匹開始快步的時候,他會產生上下的起伏,那我們所謂的壓浪就是直接套著他的韻律,直接坐著,配合他的浪起伏下去做,那有時候快步的時候,他的浪會比較大一點,會上下上下的起伏的時候, 要避免我們的屁股不要持續的去跟馬鞍碰撞的話,那我們就會實施的向站坐站坐,就是所謂的打浪,這樣子的話就可以抵消他的那個起伏的浪。